托马斯·阿奎纳的生平与影响 很久以前 在意大利的中心地带 一个名叫托马斯的男孩 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中 那是1225年 他的未来似乎已被安排好 家人希望他成为教会中的重要人物 但托马斯有自己的计划 这些计划最终改变了西方哲学和神学的历史 托马斯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和沉思的习惯 他提出的问题常常让老师们感到困惑 同龄人则称他为沉默的牛 因为他总是那样安静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沉默是他智慧的积蓄 正等待着迸发的时刻 19岁时 托马斯加入了多米尼克修道会 这让他的家人非常不满 家人甚至将他囚禁在一座城堡中 试图改变他的决定 但托马斯坚韧不拔 他对学习和信仰的热忱从未动摇 他最终逃脱了 继续追寻他的智慧之路 托马斯在科隆和巴黎学习 在那里他遇到了导师阿尔伯特·马格努斯 在导师的引导下 托马斯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不仅对神学感兴趣 还深入研究了当时被视为激进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他的开创性作品《神学大权》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 证明两者可以和谐共存 他的一句著名格言是 小心只读一本书的人 他的意思是 智慧需要广阔的视角 单一的观点永远不足以理解真理的全貌 托马斯是整合各种知识来源的先驱 基督教经典古典哲学 甚至伊斯兰和犹太思想 他展示了追求真理是一个全人类的事业 他的另一句深刻的话是 我们所爱的事物 揭示了我们的本质 这句话表达了他对爱与欲望的看法 他认为爱和欲望是人类身份的核心 对托马斯而言 要了解一个人最爱的事物 就能理解他本质的所在 他相信 真正的幸福在于 将个人的欲望与神圣意志的契合 也许他最引人注目的格言是 对有信仰的人 任何解释都不需要 对没有信仰的人 任何解释都不可能 这揭示了信仰的神秘性质 它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知识 但并不与理性对立 托马斯认为 信仰是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 一种让我们能够感知 超越理性范围之外 真理的恩赐 托马斯·阿奎纳的影响 并未止步于1274年 他去世之时 他的著作成为 天主教神学和哲学的基础性文本 教会将他奉为教会圣诗 他的思想 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被研读 他对信仰与理性和谐关系的愿景 为西方知识思想奠定了基础 他的遗产提醒我们 智慧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传统或文本 而是源于一颗谦卑和开放的心灵 愿意从人类经验的整个光谱中学习 托马斯·阿奎纳 这位曾被称为沉默的牛的学者 以智慧的声音震撼了世人 这回响至今仍在我们的耳边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